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Ann 我是Mindy 就是今天呢 是我們空瓶門的Part 2 其實我們上個影片呢 是介紹我們使用完的保養品們 所以我們會把影片連接放在上面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去看喔 然後這次呢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彩妝 然後我們就先從我開始介紹 然後我要先分享兩個是我用完的防曬 就是如果夏天大家喜歡就是比較 防曬洗術比較高的話 我推薦這一款就是Lancol的 然後它質地非常的Glue 完全不會油膩 它完全沒有油的成分喔 所以如果你是乾淨油漆都可以用 因為我覺得這一瓶也是一個就是 你推薦每個人 因為我真的推薦過每一個人沒有人不喜歡 這一瓶 可是我覺得就是 你就用過可以推薦給你 我有用過啊 你怎麼會用 用你的 我跟妳說好不好 妳那跟我說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那我用過妳的啊 而且我也有就是使用過 就在櫃上去 妳是說妳我平常不在真的用 不是 我跟妳說我要用妳的 算是這個重點 反正這還不是在用完呢 這很貴 不是 就是對 沒錯 就是它的價位是比較高一點 可是其實我也說不出來 它到底好用在哪裡 可是就是 因為以前只有SPF那麼多 然後PA那麼多個加的 四個加喔 你看看 那防曬油味還很重嗎 不是 它非常的沒有油膩感 因為以前防曬系 我高一點油膩感以前就是畫上等好了 然後後來有出說 它比較輕透 可是我覺得這罐最厲害的點是 它說它沒有油 沒有油 然後它有這個 它就是非常的水 超級水 它化開根本是水 我非常非常愛它 就是它的價位我真的 讓我一點小趣的步驟 我覺得會一直瘋狂的油下去 我幫大家看的時候 我額頭這邊有略比下面膚色高 不是我修容喔 是我就是我去那個風格也殘忍那天的時候 它雖然覺得曬成這樣 我跟大家想說 我覺得我在殘忍那天 我在上防曬的時候 我沒有上到太上面 然後我上面這一塊就是 沒有擦到太多防曬 超可怕的 在立揚下曬了那麼久 所以我看 女生真的是妳不要TK 妳覺得一天不曬防曬不會曬欸 如果說妳想試一罐專規 就是這一罐 就是它 因為它同時 它有出另外一個是正方形 然後是有潤色的 然後那一罐我就不喜歡 我覺得它的質地 沒有像這一罐那麼的鼓溜之外 它那一瓶我覺得有時候 會跟我某些底妝搭架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在用它 我就把它送給它 對 可是我也比較少用那個 所以妳一直比較喜歡這一罐的質地 因為那一罐它的潤色 是有點偏粉紅色的 然後有沒有用就覺得 好像太粉嫩了 它其實是可以提亮膚色啦 但是要看妳膚色是不是適合 我覺得我的膚色不適合 那如果說這一瓶妳給它幾分呢 4分 我給它5分 非常愛它 但是妳會回購它嗎 我覺得這樣子不會 我覺得它真的 太貴了 有點貴 就是我覺得 目前我不一定回購它 因為它價位真的讓我蠻學步的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的話呢 是free的 也是防曬乳油 但是我是 這個是它SPF3 其實沒有我覺得它不是防曬 它是防曬乳 對防曬乳 它SPF3是PA3個加 所以是很適合冬天用 因為冬天就不要用太多防曬 就太高 這就是皮膚的負擔 就冬天我們兩個都買了這個 然後我整個冬天我都只有用它 然後因為它就是 貴姐跟我們說它可以當做乳液來用 所以我 我以前是一個很堅持 就是每個步驟 我不會跳過任何有步驟的人 可是這時候用了它之後 我就會跳過乳液這步驟了 因為我也是早上真的很乾 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就是我也是用它之後 我有時候就是精華一碗 我就直接把它當做乳液來用 因為這種像我們之前所說的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療癒 超級乳 就它真的不是防曬衣 它你擦線就是乳液 可是它同時又兼具了可以防曬的功能 我就覺得真的很 真的很棒 一級棒です 我覺得大家可以趁就是 美琴姐或中年級的檔期 就是買下來全貨 因為其實它也是蠻貴的 有一點貴啦 所以就是開 它們都是專櫃的價格 對啊 可是如果我好像假如它 那是mine confit 我還別來當回購它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會要真的太療癒了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你冬天你用它的話 你還會省了乳液錢 但我覺得這應該還是不要這樣 還是就是照每個順序擦 比較好 真的很好用です 沒有在誇張 它就是乳液 它是乳液 它是乳液可是有防曬 對 所以給它幾分 我也給它五分 你回購嗎 我 你剛剛講成這樣 你到底是不是回購 因為它好貴 我會等到週年期 我跟你講我會去Fasola買 那你要有女朋友去日本嗎 很容易有人要去日本啊 對啦 如果去日本 拜託你可以買三條回來 拜託去日本買 就買Fasola 你就買三條這個 然後三瓶那個卸妝衣 卸妝油 接下來呢是我的 雖然是隔離霜 我買這防曬就是Sofina的 它也是控油系列的 可是其實我 冬天就比較沒有再用它囉 因為 我比較 其實我不是說把它當防曬 可是我有點想要 我有點像是把它當作 底妝前的primer 就如果像冬天的時候 我會少量的 它在我T字部位 然後我夏天的話 就把它上全面 因為我覺得 有上它的話 我底妝的控油效果 就是會好非常 那你還會再上防曬的東西嗎 可是因為其實我粉底液 裡面都有防曬 所以其實我就不會再特別再上 因為我其實我一開始我也很愛用 我們兩個之前它剛出的時候 我們每次去的人是打著 都是兩三罐兩三罐在吞 因為它真的非常控油 對我乾淨而已 我覺得非常非常夠 夏天 就是很難對上台灣的天氣 可是它夏天擦它 我真的覺得很 我不知如何是好 就是它的防曬吸收值 又不夠高 可是我其它的防曬油 它們又沒有控油的功能 所以我就很尷尬 很尷尬 因為我開個尷尬的點 是因為我的底妝 很多都是沒有防曬吸收的 反正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是油精 想讓你妝給它附近 你真的可以把它拿到 就是妝前的 像primer的感覺 然後這瓶 我跟你講這瓶只有台灣買得到 我要給它3.5分 好 其實我覺得我也是3.5分 你給3.5分 然後你一直狂買 不是 可是 我是 因為它對我而言 我真的就是以控油 如果它控油的話 我真的覺得效果真的很好 大概就是4分 好 OK 可是就是我真的覺得 它的防曬速度真的有點 不夠 我剛剛如果它現在出到一個 是ethio50的 然後我跟你講 我立刻買10罐 買10箱 好香 它如果出的話 你小命如果到底說 你買10箱你就 我為你要代表 那你會回購它嗎 那你會回購它嗎 我會 你知道嗎我現在還有3品 那我不會回購它 因為我用它就好了 就我說真的 我不會特別買 因為反正我知道它會買 我真的很需要 我去投用它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它可以用很準 但是我偷你這個 你偷用我這個 好好好 算到 這兩個價位 OMG 好 底妝的部分的話 我介紹的是 一個遮瑕膏 然後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是Maybelline的遮瑕膏 對 它有點像 我都會叫它遮瑕筆 因為它就是很像筆的方式來畫 然後其實 這才是我用的第一罐而已耶 因為其實它用量 我覺得我每次用很多 我每次都是大範 我會這樣塗在眼下 這樣很浩漫的用 因為它的質地非常 就是 算水潤嗎 就是你用太多 你也不會 也不太會卡 對所以我很喜歡它 然後我終於用完了一罐 然後我給它5分 WOW 應該5分 就我 因為我最近黑眼片真的很嚴重 所以我最近想要給它4分 因為你知道我最近黑眼片 就是真的黑到我用它 就 不夠用 但我覺得它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 它不是那種很遮瑕的 可是它可能就是 就是均勻 譬如你眼修有暗沈 就是很遮得住 但如果說你黑眼就能中到一個 超誇張 它可能就沒辦法 就你要用corrector 然後不是concealer 那種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一般女生 絕對都可以用到它 然後它在保牙可以買得到 大家不要跑到去的 是其他地方 它現在只能保牙買得到 在台灣終於有了 我那時候它進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好流淚了 所以你趕 欸這三點 我那你朋友 你又回購了吧 我又4分 4分你又回購嗎 會喔 我們都已經買了就是第二個了 所以反正 基本上也是太有出 我們就會買 這支你也很適合 買前一個4號當打亮 就是打在眼下 或者是其實聽 就是你知道這個股份 你也非常適合 因為它的質地真的很水潤 對 所以如果你買錯4號 也沒關係 買太前當打亮 買太深當修容 完全不會出錯 反正就買就對了 然後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我用完的器件是粉明 然後這是HERA的 然後我本身有用過三個 你兩顆都用完了嗎 兩顆都用完了 我用過HERA兩顆都用完了 然後IOPE IOPE我用完其中一顆 對 然後現在還有用的是指純袖 然後其實我這三個裡面 我最喜歡的是HERA 因為我本人是喜歡那種 你知道光摺肌的人 然後HERA就是非常的光摺肌 然後就是打完真的會很亮 但是就是韓系的氣墊粉明 真的只有冬天可以用 但冬天就是我覺得 氣墊粉明是我的一切 我不會想要用其他粉底液欸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 因為就是我覺得看要不要遮瑕 如果想要遮瑕好一點 我就會選擇用粉底液 可能如果說我真的很急到出門 或是我每天日常用的 我就最愛就是氣墊粉餅 尤其是韓系的 我超愛超愛他們 因為其實 明你 喔 我不是喝藥公司 就你買的是自然 自然系列 我是N21 然後我買的是 就是比較有遮瑕系列 然後我覺得它的遮瑕力 其實也算是真的不錯 就是 可是也有光澤感對不對 對 就是其實你放 我有放紅問題 其實你稍微就是 你只要量下來 就遮住了 其實我還蠻想試試看 就是買它的遮瑕系列 就你知道我真的很想 為了氣墊式粉餅 住在韓國 那我也在韓國的天氣 對他們是一年四季都可以 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這上衣的時候真的很快 然後妝感 你就覺得你皮膚就真的 超級有光澤 唉 反正我們就是台灣天氣 真的實在 我覺得台灣天氣真的好為難 氣墊粉餅喔 超為難 夏天真的不能用 但是夏天我都拿來補妝 我覺得超棒的 因為夏天像我皮膚很乾 然後如果補妝 我用粉餅會蜜粉餅 會太 就像君臉 嗯 不是君臉 我會 因為我比如說臉色還有殘垂一點油 然後我有補粉 然後它就變成結塊 超可怕 然後之後我臉又太乾 所以整個之後會大補裂 就會變成一種災難片 所以這時候如果有氣墊粉餅 就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很推薦就是 夏冬天就可以底妝拿來用 夏天來補妝 打分數 五分 可是它這麼誇張 我就好了 我好像五分給的很容易 可是就是因為我很愛他們啊 嗯 三分 蛤 不是因為我以為 不是說它不好 不是我不是說它不好 可是我是覺得它不適合我的皮膚 喔 因為油肌真的很快 油肌 因為 因為憲美我覺得說十塊錢 是非常適合乾淨沒有錯 對油肌來說有一點 有點尷尬 對啊 它真的不是不好用 是不適合我的肌膚 就我覺得 說不定你再沒有遇到 你命中的那顆氣墊粉餅 其實我還蠻 我接下來我還蠻想試試看 就是雪花秀的氣墊粉餅 因為 就是韓國女生會喜歡 好像我都會蠻喜歡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你之前不是想買比兒泉 對啊 就是它是比較水系列 所以我還是覺得 那我可能還是會等到冬天再射 因為夏天我就不要 就不要妄想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使用完畢的是這個 Bobbi Brown的就是 Eye Primer 然後其實是我 因為我眼睛是非常容易大出油 而且我眼皮也是非常不紫色的 就是一定要primer 然後是我第一個購入的眼睛打底霜 然後這個系列 就是它除了是可以持久一點眼中之外 它還有一點就是 它有點像 就是你知道 遮瑕膏膏 所以如果你眼皮比較暗沉的話 其實 它是有點像是可以幫你 均勻掉你眼皮上的顏色 可是其實說實在 每次只我用完之後 我眼裡白開就會灰灰更高 我覺得可能是色號的味道 有可能的 或太白 有可能是它太白會不會 反正我每次用完 我都覺得 就是沒有你想像的效果 對 我覺得它也沒有到真的非常好推開 其實 然後其實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最近現在不都用NARS 但我覺得它跟NARS比 就是NARS的持久度真的好非常多 所以我就是 它讓我很失望 所以你給它幾分 大概兩分而已吧 我好像只用過你的一次 所以我用完那一次 我就是對它超級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 完全是一個積勒的東西 就是無感 就是我覺得一定多少 都會比它顯色 可是對於我覺得持久度 有待加強 然後對於它好像concealer的效果 也沒有特別好 對我覺得還不容易用 你去買麥克的眼影霜 都比它的適妝 對 然後你也比較遮遮 就是眼皮的顏色 所以我就不會回購它 所以我也覺得蠻厲害的 還是把它全部用過 畢竟它是Bobbi Brown不會太便宜 然後我的話 我還有用完就是 那個睫毛膏 然後這兩支是 算是最具有代表 對我而言最具有代表 是因為我用過無數支 就是至少這兩支 我都各用過至少三支以上 然後我 這一支我還要繼續回購 然後這一支我就是沒有了 因為我用過太多支 我覺得有點膩了 然後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兩個的頭 這支是比較就是 這兩個頭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你知道我最近覺得 我真的深入了二大我睫毛 因為你知道它很... 直接把手放在後面上 大家看一下它的就是 這兩個頭是不太一樣 因為紫色這一支呢 它的強調是它要濃密 然後它的質地稍微比較乾一點 然後它的頭就是那種毛的 那個睫毛頭 然後呢藍色這一支呢 它是纖長型的 然後它的質地比較水一點 所以它的頭是比較像那種橡膠 橡膠皮的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我 因為你知道 就是明姊姊的睫毛膏 就是用什麼都很OK 然後像我的睫毛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的睫毛 跟我的髮質很像 就是都非常的細 然後又軟 所以我發現我根本沒有辦法使用 就是你知道太水的 睫毛膏 就非常容易是你刷完之後 你明明就剛夾好幾次 就三秒就垂下來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樣很容易可以判斷 哪些睫毛膏我不能買 就比如說它的刷頭 是很像上蕉皮那種 因為就是 你會使用上蕉皮的 刷頭的睫毛膏 它就是質地比較水的那種 像... 就你需要比較多纖維 對對對 才能把它... 就是... 你太把... 就像把膠一樣吧 對對對 所以我本身也有用完 就是紫色這個 我就覺得其實效果 在我睫毛上也算是不錯的 嗯 然後... 我的話我就是... 對我沒有用過什麼 我覺得很難用的睫毛膏 對我而言 睫毛膏會有... 我的判斷標準就是 它好不好卸 那因為Maybelline它每一個卸 都有出溫水可卸的 所以我覺得 我就是... 反正就算我卸妝 我還是幫我眼唇卸妝 以後我會用力在一直塗 我就覺得我之後去洗澡的時候 我用溫水輕輕搓它就會掉了 這樣子我覺得是我最推薦 應該算是他們的明星商品 明星商品 好那我的最後一個產品呢 就是這個 我小的時候不能再小的那個... 那個...眉筆 然後我終於要跟它 say goodbye了 因為我已經買了一個新的替代它 然後... 呃...這個是Media 然後它算是我人生中 第一支眉筆欸 因為好像是我就是 剛上大學的時候呢 我買 然後說不知它是很陪伴我 走過大學就是很厲害 還是你要買一個相簿 把它就是小小的表在那邊 因為我... 然後用這支筆 就是在那個... 在相簿上面的簽�訊簽 然後用這支簽名 欸...好像可以 治我逝去的青春年華 真的 因為你知道我的眉毛 就我眉毛很... 就是... 就是眉毛非常的少 所以就我的眉尾啊 或者是眉頭 都是用眉筆創造出來的 可是因為我是大油肌嘛 然後每次就是面對說 欸...你臉已經油到什麼不行 可是你怎麼可以完好無缺 就是... 你知道嗎 我看它的眉毛真的很顯 因為它臉已經油到 就是我覺得就是可以... 你一摸它你一手 我覺得就... 你也太誇張了 可是它眉毛卻都會完全在... 而且不只是... 就是... 中心點在... 因為它很喜歡畫就是... 眉尾是非常非常的細 很尖的 可是... 連那個尖度都還在耶 因為好像... 你有時候你暈掉是... 眉頭跟眉尾就消失了 可是它的都在耶 因為它後來其實... 它原來就是變得太小了 沒關係它用一些其他的眉... 眉毛產品 然後它就變成它有時候 去頭去尾 或是... 所以它變成它... 你會煮... 然後去... 所以它美妝變得超寬 因為前面頭都不見了 因為... 因為... 畢竟我們有毛吧 就比較容易就是... 你知道... 脫妝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真的很厲害 因為當作真的 我隨便買了一支... 美典的... 所以它後面... 你現在... 你又買了一支... 所以我現在又買了一支... 可是我這次買的是... 就是免銷型 就是用這個當作... 你... 對大學生涯的經驗 好 而且因為你大學生涯 你的眉毛是你標誌性的東西 你... 你還能有什麼東西 更能展示你大學是四年 不過大學是... 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好 反正我就會先留住 好 生日我送你的相框 你就把它自己丟了 我想你送我的 我就要上框 它打算是數的嗎? 對好 請你打 5 這你要考慮 你... 可是... 可是我自己... 可是這個... 這應該有剩在氣氛裡面 可是這個... 我覺得你好嚴格喔 如果它... 如果講到它真的免銷式的 跟... 就這只是一模一樣的話 不行 就是它本人的感情 這你要... 我真的對不起 好嚴格喔 它才已經這樣做過 然後它... 它成為你的那個... cineature eyebrow 你居然這樣給它刺別的部位 不過這個它要寫的時候 真的要消你的嗎? 好吧 就你快點回購它了 快點回購了 這就是我們這次跟大家分享的空評門 就是我們還有... 記得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影片喔 就是講... 就是保養評論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還有就是 Instagram跟Facebook的帳號 大家記得去follow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們... 什麼 好... 按讚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喔 這樣我們出新影片 才能看到即時通知 所以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這一瓶就是 會讓我想一部電影 就是你家裡有一部電影 就是四個女生 他們是好配合 然後他們... 那部電影的主軸 就是他們居然穿了下 同一件牛仔褲 你說牛仔褲的下面 That's right 我覺得這個很神奇 就是... 它明明是一個油 可是每次要乾淨油 其實都覺得很好油 然後我是覺得...